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教大家如何免费申请一个美国的Apple ID 全程不需要挂任何代理 也不需要绑定任何的支付方式 拥有一个美国的Apple ID有很多好处 第一下载各种国内下载不到的免费App 第二可以将自己的信息上传到美国的iCloud 而不是云上贵州 第三绑定了支付方式之后 就可以购买各种美区付费的App和服务 本期视频我会一步一步向大家演示 如何注册美国的Apple ID账户 如何在手机上使用注册好的Apple ID 下载免费的应用 Apple ID的一个注册的页面 我也会把这个注册的页面 放在我视频下方的链接里面 大家那个直接点击这个链接 就可以跳转到这个页面去进行注册了 好的我们先填一个表格 这边的话信是我们自己去随便去填一下就可以了 好的然后国家和地区的话我们去选择美国 好出生日期的话去随便去填一下 好下面填下你的电子邮箱 这个电子邮箱的话之后就是你Apple ID的一个登录的邮箱 密码的话自己去输一下 设置一个密码 好的安全提示问题输一下 然后这些的话 你如果不想收到他一些信息的通知的话 就直接把它勾掉就可以了 下面去输一下验证码 继续 好的这边的话是要验证一下电子邮箱的地址 也就是说他发了一个验证码到你的电子邮箱里面 然后我们登录一下 好这边我们把验证码输入进去之后 然后点击继续 好的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的Apple ID就已经创建成功了 而且他的国家和地区是美国的 下面的步骤我们就需要在手机上 在苹果手机上面或者是你的iPad或者说你的Mac上面去登录一下 然后去验证一下这个账户就可以正式的去进行一个使用了 好的下面的话我就带大家用手机去操作 好的在我们电脑上面的注册完成之后 我们就需要在手机上面登录自己的App Store 到这上面去激活一下我们这个账户 好我们首先登录App Store 然后点击右上方的一个登录 输入下自己的 注册的用户名和密码 好他现在提示的话 现在还不能用啊 然后要我们去激活一下 好的国家的话就是美国 然后同意一下他的一个条款 点击下一步 好的然后这一步的话 我们看到他会需要验证你的一个付款的方式 如果之前注册的话是没有验证这个付款方式 这一步下面又直接有个none 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是哪里有问题 我们刚刚看到的话是没有那个付款方式无这个选项的 但现在的话登进去看又是有的 我是因为我把那个开了一个美国的一个代理 然后把刚刚那个账户去重新去登录 然后就有这个付款方式无的一个选项了 好再接下来的地址 地址的话我们去填写一下那个美国转运仓的一个地址 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有美国转运仓的话 你可以参考屏幕上方的链接 我上期做的那个关于如何去申请美国paypal账户的一个视频上面有 教大家如何去获取一个美国的一个转运仓 转运仓的话最好还是建议大家去使用有免税州地址这样一个转运仓 这样大家在购买app的时候就可以不用去交税了 好的这边地址的话去输入一下 下面电话号码的话大家可以去使用转运仓提供给你的一个电话号码就可以了 好的然后点击下一步 好的现在的话就提示我们这个Apple ID已经创建成功了 然后我们现在随便去找一个app去下载一下 测试一下能不能用 好我们现在看到这个app已经开始下载了已经可以顺利的使用成功了 这样你就拥有了一个美区的一个app ID 如果说你想要在这个账户上面去购买app的话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美国的paypal账户 或者说美国的一个银行卡号 银行账户 如果说你还没有这些的话可以点击屏幕上方视频的链接 去观看我之前会教大家如何去申请一个美区的paypal账户 如何去申请一个美国的银行账户 然后我们可以在设置这里把我们的iCloud的账户 也设置为这个美区ID的一个账户 这样的话我们所有iCloud的数据全部都是在美国的备份的 而不是在中国的云上贵州备份 以上的话就是申请美国Apple ID的一个简单 的视频教程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说你感觉到我的视频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 欢迎点击下面的订阅按钮 并且点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视频内容的更新了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